画面可以看到救护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 翻覆的重机具杀装机是压住工人的右脚 那么消防队员是出动了13个人到场救援 第一时间59岁的工人被救出的时候 意识还是清楚的 不过他送医途中昏迷 到院之后没有呼吸心跳 最后不幸宣告死亡 那么这事情是发生在25号下午1点左右 那么劳工局获报也是已经前往劳检 那么根据劳工局表示 现场的这个状况有一些缺失 已经热令停工 那么最高可以裁罚到30万元 那么由于这个地点 就在国防部军备工程的影产中心里面 在高雄南子蓝田路的这个工地 那发生意外后 军方也相当的低调 表示会请厂商妥善处理 那么这起公安事件 也让人觉得是不是海军的螺丝松了 主要因为海湖浅见的一个落水原因 原因是一变再变 军方最近又说呢是一人落水 其他人是下海救援的状况 军方对整个事件的一个过程呢 一直变变变没有公布详情 也让人质疑海军是不是螺丝松了 东升新闻在高雄的采访报道